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波梁山此时是空前的强大 当面对空前抢 大前越战越勇的水波梁山时 朝廷就改变了策略 以安抚为主 于是 后面就有了派大臣昭安 当时 宋江属下以林宏为首的一伙人 是极力反对朝廷的昭安 因为他们好多都是受过朝廷官员的迫害 才被迫落草移扣 假如当时宋江动摇了信念 选择不招安了 根据专家的分析 以那些朝廷将将会率部造反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想 将跟其他梁山上的草扣不一样 他们大多都是在朝廷里当官数年 心中对朝廷早就有了一定的忠心 例如忽炎卓 官胜 秦明等等 他们之所以会站到梁山这边 那其实都是被迫的 不投降就得死 所以 好汉不吃眼前亏 再说宋江拉拢他们前 都是以昭安的思想来说服他们的 在那个边境战事四起 想当官杀人放火来昭安的宋徽宗时代 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这朝安 使自己官做得更大 所以 要是宋江不同意朝安坚持对抗朝廷 那么 他们的希望一旦破灭 在梁山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最后肯定会率部造反 展开全文二只会更早推进梁山的灭亡 梁山一百丹八将中 除去一部分朝廷将将 剩下的除了林冲 武松 卢俊逸等等这几个有名的 还有什么 其他的就是典型 只会出蛮力打家劫舍的草扣 梁山之所以能打败铜冠活捉高球 无非就是仗着这些势力 要是除去那一部分强将 梁山根本掀不起什么大浪 再说铜冠 高球来攻打梁山时 那后勤势非常的冲突 打债一部分就是打钱的 梁山有什么 大部分靠打家劫舍来维持运作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更何况是一个国家 虽然当时的朝廷腐败不堪 但强大的辽国打了那么多年都打不赢 宋朝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梁山跟朝廷对抗 根本就是拿鸡蛋跟一块巨大的石头状 没有一点的可逼性 三梁山好汉的名誉会被禁毁 梁山如果跟朝廷频繁对抗 一定会使四周生灵涂炭 尽管宋朝中后期腐败弱小 但百姓必定还是会站在朝廷这一边 因为梁山太渺小 必定会被朝廷打的剿灭山贼的七号所剿灭 到时候肯定不会被写成书及刘方百事 只会是以一伙刘寇扰乱朝廷的名义被遗臭万年 假如宋江不接受昭安 引来的只会是遮掩后果 当时方腊势力那么的雄厚 不还是被朝廷灭了 所以只能接受昭安 梁山实力太小根本起不了什么浪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出来